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遗憾的是 这段感情遭到了他母亲的反对 又加上周星驰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周星驰打消了结婚的念头 后来罗慧娟向他提出结婚的想法时 他用一句玩笑话打发了他 最终他们走到了分手的结局 在罗慧娟之后 周星驰又分别与朱音 莫文卫 余文凤相恋过 值得一提的是 周星驰与余文凤相恋13年 最后走到了对簿公堂的这一步 令人唏嘘不已 二 古天乐 古天乐已经50多岁了 他至今公开承认的恋情只有两段 第一段是他的初恋 在没有成为演员之前 他辍学打工 有了初恋女友 然而因为结交了狐朋狗友 古天乐在18岁时因犯事被抓入狱 在入狱之前 他将自己的女友托付给最信任的兄弟照顾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入狱期间 女友竟然和这位兄弟好上了 得知消息的古天乐非常伤心 出狱后 古天乐就和那些兄弟断绝了联系 他想重新做人 在这之后 在各种姻缘机会之下 他成为了一名演员 并因合作餐餐友送家 与女演员黄晋莹因戏生情 成为了男女朋友 那时黄晋莹和古天乐爱得热烈 即使古天乐被人扒出坐牢的经历 陷入事业低谷 黄晋莹也是不离不弃 陪伴在他身边 遗憾的是 因为思想上的差距 他们在2007年分手了 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感情 对于黄晋莹 古天乐一直很感激 与黄晋莹分手后 古天乐再也没有公开承认的女友 她与其他女星都传过绯闻 让人震惊的是 2021年竟然有狗仔爆料 古天乐已经与黄晋莹隐婚生子了 对于此 在直播间交流时 古天乐对此做出了回应 他说他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否定了隐婚生子的传闻 古天乐还表示 他其实也很想有一个孩子 但是太忙了 有时为了节约时间 直接睡在公司 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 对于古天乐不恋爱不结婚一事 他身边的朋友很着急 吴君如为他介绍女星 梁家辉更是为古天乐 介绍过身边同龄的女星朋友 希望古天乐能早日遇到对的人 3.吴卓熙 吴卓熙1979年出生于香港 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去世 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缺少了父亲的教育 母亲又要赚钱养家 这导致吴卓熙的学习成绩非常不好 初中一毕业 他就进入社会了 踏上社会后 为了生存 吴卓熙做过清洁工人 船运公司的文职人员 他没有什么上尽心 过着德国且过的日子 当吴卓熙发生改变 已经是1994年 这一年 15岁的他和几位朋友一起出去玩 遭遇了车祸 只有他命大活了下来 在这之后 吴卓熙重新思考了人生 他开始认真生活 他前往香港舞蹈学院学习舞蹈 正是因为学习舞蹈 毕业之后 他得到了为谷天乐伴舞的机会 也是这次机会 让他与谷天乐成为了好友 在谷天乐的推荐下 2000年 他进入TVB艺院训练班学习 毕业后成为了TVB的签约艺人 正是踏足娱乐圈 仅仅四年时间 吴卓熙便成为知名艺人 也是TVB吴小生之一 成名之后 吴卓熙的感情生活自然受到了观众的关注 而他的感情生活也很丰富 在2015年将事业重心放到内地之前 吴卓熙与很多女星都有过故事 其中有人是他的绯闻女友 有人是他的真女友 值得一提的是 2011年 张欣宇用吴卓熙的手机 在他的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了自己的照片 实锤了他们的恋情 彼时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在2015年将事业重心转移到内地后 吴卓熙的绯闻少之又少 他近两年的绯闻女友是TVB主题曲女王橘子乔 如今 吴卓熙和橘子乔到底是什么关系 外界不得而知 4.邓赵尊 邓赵尊在香港有现代维小宝之称 可见他的感情故事有多精彩 他有三个女朋友 老大是邱淑珍丈夫的亲戚 老二曾是明星安德尊的助理 老三在认识邓赵尊之前是一位辛苦的打工人 邓赵尊和三位女友同居了近30年 不结婚不生子 对于三位女友 邓赵尊实行平均主义 他给三位女友在统一街区各买了一套房子 每周会赔一人两天 剩下的一天他自由支配 并且他每个月给三位女友20万生活费 不够了还可以追加 在他的合理安排下 三位女友相安无事 他们还建立了拱手联盟 防止其他女人插入 不过近几年 因为老三经常想独霸邓赵尊 打破了平衡 引发了另外两人的不满 邓赵尊与老三选择了分手 如今邓赵尊有了新老三 新老三是一位单亲妈妈 带着一个孩子 邓赵尊对此并不介意 那么有三个女朋友 邓赵尊为什么不结婚呢 邓赵尊坦言 因为香港是一夫一妻制 他没有办法同事娶三个老婆 有意思的是 因为邓赵尊的三位女友相貌一般 身材一般 他还被一些人嘲笑了 对此邓赵尊坦言 他是一个注重内在美的人 他说容貌会随着岁月变化 因此容貌对他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 他还说他们跟了他那么多年 不能因为年龄大了 身材变形了就不要他们了 不得不说 邓赵尊是一个奇特的人 5.林家栋 林家栋是一位实力派演员 他曾凭借精湛的演技 拿下了第36届香港金像奖的影帝 如此优秀的演员 自然感情生活受到外界的关注 但他在感情上非常低调 但因为过于低调 以至于外界传起了他和刘德华 古天乐的绯闻 面对这些绯闻 林家栋哭笑不得 实际上林家栋在2004年就有女友了 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太好 直到2011年 他的这位女友才被媒体曝光 那么林家栋在感情上 为什么这么低调呢 有知情人爆料称 刘德华签林家栋时 就教他两样东西 一样是摆脱电视圈进入电影圈 另外一样是在感情上要低调 林家栋是完全将刘德华的话听进了心里 如今林家栋和女友已经相恋18年了 希望他们早日修成正果 6.马国明 马国明是一位实力派演员 他非常拼命、认真 他出演的剧深受观众的喜爱 现在的他甚至有了TVB一哥的称号 作为知名男星 他的感情生活难免被人关注 马国明与曾倩华、徐家琪传过绯闻 他官宣的女友有三位 分别是胡定心、黄新颖、汤洛文 2008年 马国明和胡定心一起参加综艺 在长久的相处中 两人关系升级 成为了恋人 遗憾的是 这段感情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 两人因性格不合分手了 与胡定心分手后 马国明与黄新颖在2017年开始恋爱 就在大家以为他们要走进婚姻的殿堂时 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2019年黄新颖竟然出轨了 面对如此情况 马国明给足了黄新颖体面 分手时没有说一句坏话 与黄新颖分手后 马国明与汤洛文相恋 两人感情稳定 被传好事将尽 在黄新颖承认新恋情时 马国明还大方送出了祝福 不得不说 马国明是一位优质好男人 7.黄宗泽 作为知名男星 黄宗泽和胡信尔之间的感情 是无数CP粉的一男品 因为颜值高 黄宗泽被星探挖掘 进入演艺界 并于1999年签约TVB 成为演员后 他出演的许多剧 深受观众的喜爱 这样一位有颜值 有演技的演员自然感情生活 备受关注 实际上他情势也挺丰富 在成为演员之前 黄宗泽就与女演员 真永珊谈过恋爱 成为演员之后 他和搭档的女演员 胡信尔因戏生情 2011年 胡信尔获得TVB 最爱电视女主角大奖 在颁奖典礼上 他公开了与黄宗泽的恋情 彼时 黄宗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承诺在2012年拿下试地 会迎娶胡信尔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2012年 胡信尔与黄宗泽分手了 结束了他们长达8年的感情 对于两人分手的原因 外界猜测是黄宗泽 给不了胡信尔安全感 至于两人真正的分手原因 外界不得而知 与胡信尔分手后 黄宗泽与模特杨征 短暂地相恋了不到三个月时间 与杨征分手后 他与陈家衡传出了绯闻 如今黄宗泽还是没有结婚 绯闻也少了很多 而胡信尔早已为人妻 还有了三个孩子 8.何嘉静 何嘉静曾宏击一时 他的感情生活也备受外界关注 1989年 30岁的何嘉静在拍摄电视剧《不了情》时 与合作的女演员一系生情 遗憾的是两人没能修成正果 1994年 他们分手了 分手后 何嘉静曾对他说 如果他们到60岁都还没结婚 就一起共度余生 在60岁来临之前 何嘉静与比他小9岁的李婉华谈过恋爱 两人在2001年 因聚少离多而分手 与李婉华分手后 何嘉静再也没有恋爱的消息传出 等到了60岁 他也没有和那位女演员复合 如今的何嘉静被外界怀疑 隐婚生女 但这个怀疑没有实锤证据 现在的他对外依旧以未婚状态世人 9.林宝怡 作为一名演员 林宝怡出演的《见证实录》 《妙手人心》 《金之玉孽》 《珠光宝气》 《掌声明珠》等剧 神受观众的喜爱 因为拍戏多 演技好 林宝怡还和经常合作的女演员 传出了绯闻 遗憾的是 林宝怡与她们有缘无分 她们都嫁作了他人妇 在与她们的绯闻结束后 2004年她有了一位圈外女友 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 她还说她们会结婚 然而大众没等来她们结婚的消息 却等来了她的绯闻 2007年 林宝怡与彭冠妻的绯闻 甚嚣尘上 不过对于两人的关系 她们两人都没有做出回应 如今的林宝怡养狗为伴 没有女朋友 更没有结婚 以上这些还未结婚的男性们 可以说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 以及经历 不管如何 相信很多网友 依旧还是希望她们幸福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